铁皮工廠起火狂烧烈火狂串 直接烧破工厂铁皮 从远处看厂房烧到一片红通通 橘红色火蛇吞噬整个工厂 扭曲变形还蒙串黑烟 我是大道消防队狂喊支援 地点在台南有康 起火的是一间车灯仓库 大火夹带黑烟烧到一片雾茫茫 台风来袭风雨没停 仓库就在雨中狂烧 大雨也交不息 几乎整个工厂全烧毁 风雨中突然爆炸 高雄美农这家自助餐 也在雨中窜出大火 现场评传爆炸声 屋顶直接炸开现场凉通瓦斯狂烧 店里狂喷大火根本交不息 消防人员在雨中狂撒水 泡水 我们要回来清里面东西 还没有进到里面就有闻到那个 瓦斯味 不是瓦斯味 那个烧焦味 瓦片吹到我们的屋 老板气急败坏 说是飞来瓦片碰到电线造成大火 便当店堆放便当盒 加上大罐瓦斯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台风灾情冰火两重天 雨中能有大火狂烧 让损失雪上加霜 记者南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